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洛洛 你在哪儿呢 兵哥 你养生点 我好不容易才溜出来的 等会儿不是有聚会吗 对了 远哥本来还说今天可以特训你多吃点呢 真的假的 远哥今天居然发善心了 我快两个月没见着肉了 是啊 不过他刚刚找了你半天没找着 现在生气了 你今天可能也见不着肉了 什么 我的烤肉 乱了 没肉吃就没肉吃吧 准备惊喜要紧 原来你溜出去是给他准备惊喜去了 是啊 我想等聚会完了和他一起去 所以会场那边 哥能不能帮我打一下掩护呢 拜托 拜托 好吧 那 远哥 洛洛找到了 还没事 你问他在哪儿啊 他不让我告诉你 回来让他加大训练量啊 天哥 行了行了 行了我开玩笑的啊 呃 掩护呢 我会好好帮你打 烤肉呢 也给你留着 你呀 专心去给他准备吧 谢谢编哥 回来 我把我的健身餐分你一半 嘿 喂 起子 你还有多久到啊 哎 这会儿海边的景色特别好 我刚给小黑加满了油 这样去接他 哦 哎 那你是不是已经把之前说要给他的惊喜礼物都准备好了呀 最后买了哪个呀 嗯 问了你以后 我还问了熟里的人 还有他身边的同事 最后决定 都买了 都买了 我记得你那个清单可挺长的呢 带过来会不会不方便啊 要不要我帮忙啊 没事 我已经提前把礼物送过去了 等接到他 我们直接过来 行 放心 保密工作绝对做好 谢了 那一会儿见 好 一会儿见 喂 徐教授 怎么沙滩上就看到相机不见你人呢 雷哥 我这会儿有事先离开了 相机是我特地放在那里的 你就是在拍夕阳吗 现在这个时间确实是夕阳最好的时候 特地把参数都设定好了 希望他能帮我记下现在的景色 等他来了 想把这份规律分享给他 难怪你不见了 是去接他过来了吧 不过去接他之前 我还要再做一些准备 啊 我明白了 是小惊喜 不愧是徐教授 我想他应该和我一样期待这次的聚会 相机就拜托雷哥 先帮我稍微看一下了 没问题 我也正好欣赏一下 这么美的落日 不止夏日的夕阳 今晚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我都想记录下来 喂 李总 我已经顺利到达聚会的地方 这地方真不错啊 李总挺会挑的 不是我挑的 是他喜欢这片海滩 对了 你订的食材都和 都送到了 我顺便帮你签收了 正好 我有个事麻烦你 能不能把 帮我藏到一个比较隐蔽的位置 哦 没问题 那我看看啊 那就 这儿吧 哎 我帮了李主出的忙 作为回报 今天可要让我大饱口福了 您喜欢我们斯沃尼亚的普通家常饭就好 我们在过去的路上了 马上就到 哦 不着急 我正好在这儿随便逛逛 等夜幕降临 这顿晚餐就可以开始准备 今晚能隐藏菜谱 也拜托您帮忙保密 我很期待 他受到夏日连环惊喜的表情 哎 到哪儿了 聚会也别迟到啊 路上了 已经看到沙滩的帐篷了 这个灰色的帐篷是你的啊 怎么样 扎得不错吧 一看就是我的手臂 你划滑板来的 慢点啊 别摔着了 哪有那么容易摔啊 我滑板技术好着呢 不过今天又要拿贝斯 又要带乐队设备的 滑板不方便 我坐车呢 看来这今晚的演出 是迫不及待了 那是 今晚保证 你们能看到最炸的舞台 妥 那我等着了 哎 那什么 刚刚帮你找工作人员 把后半夜的场地也包下来了 什么情况啊 还有私人节目是我们不能看的 嗯 就是有些话想单独给他说 你就别问了 行行行 会长这边差不多了我看 路上注意安全啊 好嘞 过两天请你吃火锅 好嘞 感谢观看